《胃功能失調》 胃功能失調是一種很常見的消化度疾病 它影響年齡層的涵蓋是很闊的 由小學生到年紀很大的長者都會有 而它本身發病的因素由於 因為胃功能出了問題 胃的神經線很敏感等等 所以如果病人本身在小時候發育的過程 已經有一些很大的壓力因素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很早就引發功能失調 例如我見到近年不少一些初小的學生 他由幼稚園進入小學 而小學因為學校的功課、壓力 星期六日又要上興趣班 根本沒有時間讓他放鬆 睡覺也睡得不夠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影響到胃的神經線發育出現了異常 所以我們都會見到一些 可能是小一小二的小朋友 起床未吃東西 已經胃會痛、作嘔 甚至嘔,嘔到無法學 這些都是一些胃功能失調 在幼年的時候出現的病症 慢慢發展到中學的時候 這些症狀就會進一步明顯和惡化 所以有時候吃東西 看到很想吃 但是吃了三口飯 已經飽了 頂著吃不下去了 慢慢看到食物都害怕 一怕吃了之後就不舒服了 而這個 反過來是一個 惡性循環 令到病人更加擔心 過不了正常的日常的飲食 或者社交生活 對它來說造成更大的困擾 又令到胃功能進一步惡化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胃功能失調的病人 都是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陸續出現一些嚴重症狀 當然不同的人生階段 都可能會有新的胃功能失調出現 例如女士來說 我們都會看到多 在更年期前後 都會比較多 是有新的胃功能失調出現 所以總括來說 它可以是很年輕的病人 又或者是在新階段 都有可能發生胃功能失調 胃功能失調的病徵 就不太清晰 很多時候 跟其他一些比較嚴重的腸胃病 可能症狀是分不出來的 尤其是一些早期嚴重的胃病 例如胃癌 或者是消化性癢癢 甚至周邊的一些消化疾病 例如肝、膽、胰臟等等的病變 其實在症狀上 未必完全分別出來 當然在我們平時照顧病人的時候 我們用病歷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都會特別去考慮這些其他的可能性 主要就是看看有沒有一些高危的病徵 例如是有腸胃出血的症狀 例如大便是變了痾痾痾 又或者是體重短時間之內 急的下降 胃口都突然變差了 又或者是有頻率的症狀等等 這些屬於一些高危的病徵 都會幫我們去計劃 就是會不會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去排除其他一些嚴重的消化度的疾病 另外做檢查方面當然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由於症狀方面 分不出其他一些嚴重的胃病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做一個消化度的內鏡檢查 或者做胃鏡的檢查 看清楚胃裡面 是否有些損傷 滾腰結構性的問題 還有驗一下胃裡面 有沒有一種叫做 陰門螺旋菌這一類的細菌 因為這些細菌 都可能會引致胃滾腰 或者是有胃痛症狀 另外一些檢查 例如我們會驗一下血 看看有沒有一些貧血的現象 或者做一些造影檢查 例如超聲波 或者電腦掃描等等 幫我們去診斷出 有沒有在附近的一些消化器官 都出現一些結構性的病變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會考慮的檢查 事實上胃功能失調 是我們平時見到最常見的消化度疾病 所以可以說 10個有胃症狀的病人 基本上9個都是胃功能失調 所以很多時候做了一些第一線的檢查之後 我們都會跟病人解釋 這不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 而是一種功能性失調的問題 讓他們明白 就是可能再繼續做很多的檢查 都未必找到一個正式的原因 所以一般如果做了一些第一、二線的檢查 如果是正常的話 我們的診斷都會確定為一個胃功能失調 然後再計劃下一步的治療